雨果曾说 城市上的一切都是免不了错误的 人不犯错那是天使的梦想 是啊 人无完人 谁能保证自己这一生永远不会犯错呢 但雨果也说了 尽可能少犯错误 这是为人的准则 有些错误犯了 吸取教训避免再犯 而有些错误犯了 则会毁掉你的生活 因为人生没有彩排 有些错犯了就是永远的错 人生在世 请记住这三种错误 你绝不能犯 第一种 切不可妄议他人 曾经看过一则 医生与病患父母的故事 一位医生在接到 紧急手术的电话后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 并换上手术符 男孩的父亲失控地对他喊道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你难道不知道我儿子正处在危险中吗 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医生淡然地笑着说 我会念阿弥陀佛 为你儿子祈祷 男孩的父亲又愤愤地说道 当一个人对别人的生死 默不关心时才会这样说 几个小时后 手术顺利完成 医生高兴地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对男孩的父亲说 谢天谢地 你的儿子得救了 还没有等到男孩的父亲答话 他便匆匆离去 并说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问护士 他怎么如此傲慢 连我问问儿子的情况 这几分钟的时间 他都等不了 男孩的父亲对护士生气地说道 这时护士的眼泪 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他的儿子昨天在交通事故中生亡了 我们叫他来 为你的儿子做手术的时候 他正在去殡仪馆的路上 现在他救活了你的儿子 却要赶去完成他儿子的葬礼 别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正在经历着 怎样的波折和磨难 作为外人 我们谁都不知道 而我们所看见的 有时候也只是表象而已 不要轻易指责别人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 去知道别人生活里的喜怒哀乐 去真正体谅别人的酸甜苦辣 一个人最大的恶意 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人 再把所有的结果 理所当然地 用自己的思维来解释 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而一个真正有文化修养的人 能够用慈悲心和包容心 去成就别人 其实那也是在成就自己 不随便评价别人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 第二种 不要随意许下承诺 真正讲信用的人 做事从不轻易承诺 一旦承诺了 就永远也不会改变 有句成语叫一诺千金 出自史记的一个典故 秦末时 楚帝有个人叫纪布 他非常重视承诺 只要是答应了的是 无论有多大困难 都会想方设法办到 所以当时楚国人有句谚语 得黄金千两 不如得纪布一诺 古人已说出来 却做不到为耻 故从不轻易把话说出口 孔子在论语中也说 古者言之不出 耻公之不代言 因此我们平时讲话 要再三思量 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分 如果经常喜欢信口开河 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以后再改就难了 德国人从不轻易许诺 是出了名的 比如面对一项工作 他们很少说 我保证完成任务 而是说我尽力而为 像这件事 我一定给你干好了 之类的话语 德国人几乎不会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是一个诚信社会 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十分注意 拥有一张含金量足够的 诚信资格证 否则在社会活动中 就会变得寸步难行 承诺说出口容易 做到却很难 所以靠谱的人 从不轻易承诺 只是用行动表示 因为他明白 一诺千金的道理 一个人如果动不动 就拍着胸膛承诺 却在每每一番 慷慨激昂之后 便没了下文 这样的人 以后还会有人 再相信他吗 有时候对于朋友的要求 我们要热心帮助 但也不能意气用事 要点点事情的分量 和自己的分量 不能有求必应 而应量力而为 没有把握 不能兑现的 不要随便承诺 诺言是金口欲言 君子之言 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所以许诺 一定要慎重 不要轻易许诺 而一旦许诺 就要守信 正所谓 诺不轻许 故我不负人 诺不轻信 故人不负我 第三种 不要随便抱怨 生活里总是充斥着 各种各样的抱怨 似乎这个世界 就没有不可以抱怨的东西 然而 抱怨过后 回头想想 当抱怨之后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也许我们得到的 只是一堆发泄后的无奈 和一个烂摊子的烦心事 而对于环境 生活 没有任何的改变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 我曾经看到的小故事 看完后 或许你们会有 不一样的心境 有一位先生 搭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 发现这辆车 不仅外观美丽 而且这位司机先生 也是衣装整洁 车内的布置 已十分典雅 这位乘客相信 这应该是 段很舒服的行程 车子刚启动 司机很热心地问 车内的温度 是否适宜 又问他 要不要听音乐 或收音机 还告诉他 可以自行选择 喜欢的音乐频道 之后 司机在一个 红绿灯前 停了下来 回过头来 告诉乘客 车上有早报 和当期的杂志 前面的小冰箱中 有果汁和可乐 如果需要 可自行取用 想喝热咖啡 保温瓶里就有 这些特殊的服务 让这位乘客 大吃一惊 他不仅忘了一下 这位司机 司机先生愉悦的表情 就像车外 和煦的阳光 从上车到此刻 这位长达 出租车的乘客 充满惊奇 他不仅问司机先生 你什么时候 开始这种服务方式的 司机先生回答道 从我觉醒的 那一刻开始 接着他又说 以前他经常抱怨 工作辛苦 人生没有意义 后来在不经意间 听到广播里 谈一些人生态度的问题 你相信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你觉得日子不顺心 那么所有发生的事 都会让你感到倒霉 相反 你觉得今天是幸运的一天 那么每次遇到的人 都可能是你的贵人 是啊 面对时光的静好 有时候想一想 这个世界 或许并不是完美无瑕 不平衡 不公平的事情太多 但是如果能多一些 对生活的洞悉 多一些对人生的醒悟 保持一种 积极乐观的态度 享受生活 知足常乐 以一种宁静淡薄的姿态生活 又有什么不好呢 人生苦短 红尘深浅 人生如果要保持快乐 就要遵守一个原则 相信自己 不要抱怨生活 从容面对坎坷 学会知足 不要抱怨别人 多一些快乐 不要抱怨 时间久了你会懂得 不抱怨 也是一种人生的美丽 人生哪有事事如意 生活哪有样样顺心 但不管怎样 上面的三种错误 绝不能犯 如果把坎坷看成 是一种调味品 你就会感到 坎坷的生活也有滋味 如果把诗意 看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你就会感到 诗意的人生也有价值 学会笑对生活 让生活照亮自己的人生 无事心不空 有事心不乱 大事心不畏 小事心不慢 记住 日子过的是心情 生活要的是质量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